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瑜说挖石油谁说的有白纸黑字出来吗 甚至晚上再开直播说他从来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采石油这件事情 还说呢挖石油这件事情让他被黑了一年多了 他甚至加码爆料啊说现在黑韩账号已经卖到5300块了 那韩市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要不要拿证据出来呢 而且呢到底挖石油这件事情 韩市长有没有从他的这个嘴里说出来呢 等一下呢我们也来这个回忆一下韩市长到底是不是失忆 是不是耍赖甚至是不是这个说谎鬼混啊 但是呢韩市长现在的这个民调呢 已经有一段时间呢是远远的落后给了蔡英文总统 要怎么救民调呢 他的夫人李嘉芬连续两个礼拜呢告名嘴告媒体 但是李嘉芬这么做就能够让韩国瑜的选情止血吗 还是会让这个选情失血更多呢 好先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郑培芬 主持人好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林俊倩 各位观众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陈东豪 大家好 资深政治记者王时期 大家好 好我们就先来看韩国瑜昨天语出惊人的说 挖石油这句话谁说的 有白纸黑字出来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呢在这个高雄市总预算说明会上呢 高雄市议员高敏林问这个韩国瑜 你不是说要挖石油吗 那挖石油的预算编在哪里啊 韩国瑜火大了 挖石油请问谁说的 你给我讲清楚哦 他说我竞选政见有白纸黑字吗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呢在去年的8月11号的时候呢 韩国瑜当时就跟韩粉们说 他有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方法 可以来还高雄的外战 结果呢在第二天的市长政见会的直播上呢 他就公布了答案 说啊要让高雄市政府来坐庄 然后太平岛股票上市 吸引国际资金就可以开采 200亿桶的石油跟矿产啊 他还当时呢这个非常自豪的说 聪明政府找方法 只有无能政府才会找借口 而且呢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这个马英九呢还大赞韩国瑜 说你看韩国瑜提这个太平岛挖石油 这个政见 真是让人眼睛一亮难能可贵啊 连马英九都以为这个是政见啊 而且呢这个是真的大家误会韩国瑜了吗 其实呢在去年的11月10号的选前政见会上 韩国瑜怎么说 他说我很多的政见都被扭曲了啊 被曲解了 就像太平岛挖石油 把我形容成好像到杂货店买酱油一样 当时他自己都说这个是政见啊 可是呢到了今天高雄市的新闻局长王浅秋却说 从来也没有把采石油列入政策白皮书啊 不管石油还是酱油从来没有 都是被恶劣扭曲的这个结果啊 可是呢蓝尾廖国栋就妙了 蓝尾廖国栋呢呼吁哦 大家要不分蓝绿 让韩国瑜当选总统啊 为什么呢 因为就可以落实挖石油的计划了 然后绿党的这个议员王浩宇呢 更是用这个知名电影返校的这个经典台词 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 想起来来大酸韩国瑜哦 那网友呢当然又开始发明新成语了 你看网友就写了 游刃有鱼这个成语的心血啊 还有人说呢 这个叫做耳鱼我诈哦 这个诈呢当然就是诈宝的诈啦 而且呢现在连治安不好呢 韩国瑜也不认了 这个高雄直播主直乱乱了三天了 有没有街头枪杖韩国瑜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啊 而且呢昨天晚上开直播的时候还继续骂 说呢最近要抹黑我 动不动就说高雄街头枪声大作 完全是胡说八道 还说中央都在丑化高雄 这样谁敢来高雄观光 可是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啊 昨天呢真的让大家呢 这个吓得差点跌在地上啊 他说挖石油是谁说的 不就他说的吗 我们有没有冤枉韩市长呢 来听听他之前怎么说 我觉得太平岛挖石油 这件事情啊 已经黑我黑了一年多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采石油 我也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卖酱油 这种状态我并没有写在我的证件里面 动不动用高雄街头枪声大作 高雄治安败坏 完全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对高雄要特别宣防协辞 照你内政部跟警政局这种做法 把高雄这个城市筹划成这个样子 谁还敢来观光呢 这是一个比例原则 不能因为高雄市 是国民党韩规在执政 每一件事情都是放大了来看 来问一下学伟啦 有句话不是说说话要算话吗 所以以后大家都可以说话不算话了 嘴巴说出来的证件都不算是证件 而且你看哦 在8月12号市长证件会上哦 他说让高雄市政府坐庄 太平岛股票上市 所以这个也不能讲说是 他叫高雄市政府这个去挖石油 然后另外呢 在这个2018年11月10号的时候说 很多政见被曲解 就像太平岛挖石油一样 但是没有白紫黑字 所以也不算吗 我们从小都教小孩子说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说话不算话你是要做什么 所以为什么韩国瑜 现在会遭受到这么大的检验 就是这样 对话都是你讲的 可是到最后呢 你可以一笔翻脸不认人 好啦那我们讲说 这个你可能有你的想法 有你的说法 高明年议员可能他当初讲的 他当初是说 开发石油 不是用挖哦 所以高明年你说不对 你是在挖石油 你说不对 我是要开发呢 我是要高雄市政府坐庄 请大家来投资 大家一起来开发对 而且可以那个南海区域的那个平衡 大家不要打仗 大家共同来赚钱 对不对 好那你这样说的话 就假如说这个高远 你可能咨询的时候 不怎么的精准 好不好 我们可以这样帮你这样解释吧 那可是说实在话 我今天讲这个 我都觉得自己 害羞 对不对 我都会说到这么一路 你这个不是在说文解字 咬文嚼字吗 你在字句上玩弄文字游戏嘛 开发跟挖的话 在一般人认定的话 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不对 那那你说当初啊 我就觉得说你 你韩国瑜当初在选举的时候 你不是天天挂在嘴巴上吗 那几句话大家现在想起来 是不是跟心经一样熟悉 对什么爱情摩天轮 对不对 F1赛车对不对 太平塔挖石油 这是不是都一双挂在嘴边 常常讲的 现在都不能算数啊 还什么祸出去人进来 高雄发大财 你看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么清楚 印象非常深刻 好啦可是你说这个不算 我没有白纸黑字写在我的白皮书 政策白皮书上面 那你阿弁政治人物 不是说你阿弁造势场合说的 你阿弁帮你的选民 帮你的支持者洗脑的那些用词 都不用太相信 因为他是嘴巴讲的 对啊 以后记得 以后政治人物造势场合的话 你一定要印一张传单上面 白纸黑字写下来 每个人发一张这才算数你知道 你如果没有拿到那个白纸黑字都不算数 所以就跟你讲说 我本来想说你那个市政总执行 这一次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总预算编列的话 他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是逐字逐字造稿念 我那时候还想说 哇韩国瑜你变了 你终于提到 我们这样讲的 苦口婆心 讲了那么久之后 你终于管得住那个嘴巴了 你没有再乱讲了 你是照着考念耶 哪知道接下来你看 他 不贴的人那一路啊 嗯 对不对 高议员才提出挖屎 我一道高 谁说的 是谁说的 你有发现那种态度啊 我就觉得说 他又真正是轮不住了 就又沉不住气啊 对 你要选情外面一直告诉你说 每次民调下来就输十几% 那你这边议员 我好不容易 我没有请教 我没有请辞市长 我还来做给你们咨询对不对 对 我还把他试作为翻身杖对不对 大家都公开有没有 有没有 哎 那你来了之后 你议员就一开始就叮我这个 那我当然我就沉不住气嘛 我当然要反击嘛 所以跟你讲说 这个就是心态问题啊 他选到现在的话 说实在话 我一直在强调说哦 他已经开始在诉诸他的支持者 他不在示弱嘛对不对 人家就常常问说哎 韩国瑜道歉有这么难吗 对 当然难啦尤其是越来越接近投票 他怎么可以道歉 我现在如果道歉我气不就整个都卸掉了 我的韩粉整个都垮了嘛对不对 大家哇你主帅哪里才认错 而且我讲说他是韩神耶 韩粉把他视为韩神 神怎么可以犯错 都不是他的错 都是你们这些人讲 在黑他都是你们的错对不对 对 其实我昨天看到这个事情的话 你看他现在公共工程 我们现在检视他一下 他的公共工程跟水利建设的达成率啊 是低于全国的平均值啊 而且他那时候不是说城麒举债 那卖土地这样 后来发现他的土地卖的比城麒时代多 而且价格还比城麒时代低 对 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嘛 对不对 你如果说那些东西 我就觉得说你该回应的不回应 你一定不该回应的 你一直在打自己打中的对不对 你就挖石油 你就讲说我们有在进行 对不对 我们有在招商 可是这个权责是在中央政府 所以中央政府如果放行之后 我高雄市政府就可以开始积极来 找这些人石油公司来开发这样 这样说就准备了 你不要为难他都失忆了 哎呀不是失忆 我就跟你说真的要去健康检查啦 我昨天一直强调说真的这个 他的很多举止行为 我真的说实在话 依照我以前有短短的念过 医学的那个经验 他真的应该要彻底做一个健康检查 不然你一直下去 很多事情 搞不好你健康出了状况 你都不知道 这在关心你 如果真的让你好不容易 不小心选上了总统那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说我昨天看这个东西啊 你有沒有发现这个直播组之乱 一直在扩大这个事情 我就一直告诉你说 不要一直拿数据出来 告诉人家说高雄自然多少 破案率多高 发生率多低 我就跟你说那没效 那都可以造假的嘛 对不对 而且那个时候老百姓无感嘛 对为什么这个年轻易之端 为什么乱了三天 就明明有开枪啊 你现在跟我说没有开枪 哪有街头枪战 对不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你就是因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案件嘛 对不对 那刑事局才下去作证啊 那你为什么不反过来说 那我们现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或高雄市政府负取责任 跟中央共同来打击犯罪 对不对 你一句话不是又转过了 对那你何必一直在说 你的中央在丑化高雄 谁敢来观光 你要是知道说这样谁敢来观光的话 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做事不管嘛 对 你就应该紧急召开资安汇报嘛 把局长叫来嘛 两个人在做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高雄乱可以 街头可以乱那么多天 对那你无动于衷 你什么反应都没有 媒体问他转头就走啊 现在你怪人家中央在丑化高雄 还是在比其他什么地方的案件 我就跟你说这个连续乱三天 这个已经不是那个 其他县市发生这种单一事件的话 那警方是马上处理 你任由于扩大 这个怎么可以做类比啊 好啦我讲到这边 我想到一个那个鸟的预言你知道吗 以前一只鸟现在天气变冷了 对他在北方他就觉得说 我要往南飞啊 气候比较温暖嘛对不对 可是他又不想要离开北部故乡 所以他就比较晚飞 飞的时候突然间啊他就气候太冷了 赶不上啦 要怎么因为他太晚了嘛 背到一半的时候 摔下来 不太冷了 摔不住摔下来 好摔下来旁边就有个老牛 看中这只鸟很可怜 长途拔射这样飞行 又摔下来 他就拿一些牛仔它盖的你知道吗 牛仔你也知道 他蒸发之后会产生热气嘛 哦那只鸟就盖在身上就很舒服 就开始温暖起来之后 他就觉得捲个神清气爽 开始温暖了之后 他就得意忘形 就开始在这边唱歌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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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唱歌这样唱得很好听对不对 他唱一唱之后 哎他来旁边一只大猫 哦不再来这家交啊 他就把那只鸟拖出来 就把他吃掉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三个 道理你知道 第一个帮你身上弄牛屎 牛粪的 不一定是黑你的人 他搞不好是救你 第二个把你从牛粪抓出来的人 他不是在救你 他搞不好把你抓到就把你吃掉 就像那只大猫一样 第三个告诉我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当人得意快活的时候 请闭上你的鸟嘴 对不对 所以告诉你说 韩国瑜真的很多事情该回应回应 不该回应就真的不要回应 来问一下这个时期 韩国瑜都已经否认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高雄市政府要挖石油 可是啊 这个蓝委廖国栋说 你们大家一定要支持韩国瑜当选总统 就可以落实挖石油计划 所以廖国栋是黑寒 黑寒 那更不要讲了 马英九 他当时讲韩国瑜替太平岛政见 让人眼睛一亮 他说这个是政见 所以马英九也在黑寒吗 对 马英九跟季国栋必须以开除党籍作为处分 你们带头黑寒 太不应该了 同事党员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我是蛮惊讶的啦 就是说因为你在政见会上面的确讲到太平岛挖石油这件事情 还有什么可燃兵 那时候我们到原来不只石油还有其他项 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啊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这个政见嘛 那所以现在变成爱情摩天轮跟太平岛挖石油 已经等于韩国瑜了 这个东西就套在你的身上 因为你跟他们是不可分割 你不你不止一次的提提这个这个政见嘛 那如果你今天回过头来反悔 说没有没有这回事的时候 原来是我们大家误会 政见会上的正式发言不叫政见 对那是聊天会 原来大家只是闲磕牙 有时间那我们大家来这边办一场聊天大会 我跟陈其迈两个当时在那边聊聊天 没有白纸黑字所以不算数 那所以同理可证啊 那从现在开始韩国瑜讲的任何一句话 大家都不用听啊 是因为没有白纸黑字嘛 那所以你回过头来翻脸不认账说没有没有没有 那些通通都不算的时候 你就会被人家彻底的看清 看清你的真面目原来你去年那一套都是在唬烂 所以你未来的所有谈话都是在唬烂 对那更何况他其实唬烂也不是第一次了吗 好惊人喔天啊密密麻麻的 而且那个这个这个表还持续的在追加中了 这个也只有这个也只有做到这个这个哈佛 哈佛主动邀请他去演讲了然后猫熊到高雄了 其实后面还有陆陆续续还包括最近的这个这个挖石油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开了太多的支票 可是密密麻麻一大长串通通都都没有被落实 这些东西就叫做检验 那如果你在高雄市长任内你的执政检验不合格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那你未来对于竞选总统这条路上所开出来的任何承诺 通通都不会有人再相信 这个对韩国瑜来说是非常伤的 他其实已经开了太多的支票 可是密密麻麻一大长串通通都都没有被落实 这些东西就叫做检验 那如果你在高雄市长任内你的执政检验不合格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那那你未来对于竞选总统这条路上所开出来的任何承诺 通通都不会有人再相信 这个对韩国瑜来说是非常伤的 更何况他对于市议会 是要做这个这个 他在跟市议会沟通他的预算的这个报告的时候的态度 好歹那个是人家是监督你市政府的结果回过头来你的态度好像好像在教训人家小孩子似的教训你们家小孩子谁说的白紫黑字拿出来 那那个态度上面完全不像是一个被检验单位的谦卑态度 如果你今天真的做不到 我觉得你坦率的讲 大家还会喊粉还会对 你真的很坦率诚实 你只要真诚 你只要诚恳的面对自己 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会宽容 因为毕竟我相信爱与包容的口号 我们也讲了很久了 大家对你仍然是会愿意爱与包容的 可是你的态度却让人家没有办法对你爱与包容 你在凶什么啦 人家在监督你到底是在凶什么啦 话都你讲的拿你的话来检验你的所作所为 这件事情到底是哪里有错 人家没有错 可是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 好像做错事的是对方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韩国瑜其实公事都一样 包括了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谈到 他到台南去浮选的时候也叫人民要反省 他的几个公事就是到了这个地方 告诉你你们好烂 你们超级惨 你们又穷 你们又糟糕 你们要好好反省 那这个反省就是投票给我 所以公事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是很难得的说哇 有振振入敢教训选民 这件事情也是不容易 所以我会觉得说韩国瑜你仍然要面对你现在是被检验者 因为你你是执政者你有国家机器在手上 你有政府机器在手上 你既然有权利被检验合情合理 你当时享受多少掌声 你现在就得接受多少的检验 当人民检验你的时候 你办不到 你必须道歉 你要诚恳的面对你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而不是哇凶巴巴的 有吗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看 这个态度我觉得都不利于你未来在政治路上 谋求更好发展 来先问一下这个民嫌 在2018年11月10号的这个选前证件会上 韩国瑜自己说的 我很多证件被曲解了 就好像太平岛挖石油 把我形容的像到杂货店买酱油一样 所以这个太平岛挖石油 在韩国瑜的口中到底是不是证件 韩国瑜问说谁说的 那你怎么看韩国瑜这件事情 尤其现在更严重的是 这个网络上的网友又开始在这个造句成语了 什么游刃有余 耳于我诈 耳心的耳诈骗的诈 你看之前就已经这个廖达奇 国政顾问团的顾问就已经警告你了 这个年轻选票跟中生选票 如果拉不回来你就不要选了 那现在网友都已经开始在 哭手这件事情的时候 年轻选票还回得来吗 这件事情其实有涉及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当然就说韩市长的态度 第二个挖石油的本身 这是两个问题 但我认为说昨天在咨询的时候 韩市长在预算编列的 在寻导的时候 韩市长一句那句话 谁说的这个 我觉得就说议员咨询 不管议员提的再怎么不合理 总是一种工法 市长态度可以转个方式来解释 当然你说高敏林 其实同台过很多次了 他问的问题是这样子 挖石油为什么没有编列预算 其实这个老讲 这是很基本的QA 我们在议会寻达都很清楚 挖石油是经济保重油的中央的权责 所以高雄市政府不会编预算 那其实你给他解释清楚说 这是中央的权责 所以我觉得那句谁说的 其实我认为可以不必这么讲 当然知道高敏林 明朗的高雄市议员一定挖掘了一条 可是转换过来 我也承认这件事情 目前在网路上发酵 对韩市长是有伤的 就是说第一个我就说态度的问题 可以可以更更轻松一点 就是说解释我觉得 因为韩市长过去2018大选 高雄市长选举选赢是他的诙谐 因为包括他在之前在北农总经理 在那个台北市议会跟王世坚议员 两个搭过来搭过去 其实大家喜欢看到的是一个诙谐的市长 他昨天老讲谁说的这一句 在网路上发酵很严重 而且他说我竞选政见有白纸黑字吗 所以以后嘴巴讲都不算 你去地方上你答应人家什么 以后都不能算数太恐怖了 所以这个他后来在开直播解释 代表说他也意识到 在下午在讲说谁说的这句话 所以我是有伤到吗 所以他后来在修补 他在直播的时候就把它解释清楚 为什么提到挖石油 他讲到石油这个前提是什么 要解决高雄市的财政吗 你负债三千亿左右 怎么去生财源 从开源上来讲 那太平岛过去有没有贪汗过 民国七十年有了 那后来甚至包括民党任命的 中游董事长戴谦也说 我们抱着希望 可是太平岛开采石油有它的难度 不是说太平岛那些道 其实你说有没有石油资源 当然众说纷纭 其实是在周边海域 可是周边海域有它的难度 你包括因为那边主权比较复杂 你包括越南马来西亚都有开采 可是对台湾来讲 对中华民国相对就比较复杂 所以韩国瑜最开始讲的时候 他是这样讲要解决财源 然后希望在行政院有规划 然后周边国家都同意的情况底下来做 因为他讲的太平岛是归属 他是画在高雄市骑金 他说真的要做的是 黑到的是 高雄市政府要分一杯羹 他一直要解决财源 可是这个其实好好解释就好 其实听得懂如何解决财源 那我认为他昨天面对高敏林 其实应该解释给他清楚 讲好就好 然后他也知道 我觉得这是这种工坊 民党我觉得现在因为选举比较激烈的 民党一定会帮你 你帮他跳过去 会把他填平就好 你跟他我觉得冲起来 我觉得有点上市对下市 而且明显这个总预算说明会 这种挖石油的太平岛挖石油 这种议题不会是必考题吗 你连这种准备基本的准备 基本的应对都没有吗 我觉得他也知道 韩市长也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中油的预算是编在 编在经济部是中央的 我觉得他很清楚啦 可是为应答的部分 就是说你要直接跟他硬碰面回答 还是采取对抗还是说你说你 像我们在这里可以讲道理 你们我可以解释给 郡县也在立法委员 我也可以解释给他听 他也懂 我们不会在这边编过来 编过去嘛 那像这种 我觉得昨天的答讯就有点火花了 可是当你又火花了 老讲在选战政治效应来讲 你上市对下市 我不是说议员咨询市长就是怎样 可是就选战效应来讲 韩市长的另外一个身份 是总统候选人 然后他只是透过一个民进党的市议员 就达到一个攻击的效果 会让韩市长扣分的 我觉得扣分会有蝴蝶效应会扩大 我觉得这种以后要避免 对我来讲 我也是一个辅选拂选单位 虽然我也是台北市议员 我们在审查预算 那对对那个柯文哲来讲 他没有选总统 我们就可以很理性的去质疑说 哪个预算编太多 哪个预算编不够 这个就正常的市政的质询 可是老讲昨天那个质询 你说高敏林虽然我们很适合 他说这有没有在挖陷阱给韩市长跳 陷阱在那里 韩市长如果达巡不好 我觉得就扣分了 所以这就两个层次 达巡的态度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更心平气和 因为类似这样 还没总时间开始 我觉得类似的陷阱 跟类似的攻击 只会越来越多 那第二个挖石油 这个可以解释清楚 包括未来包括摩天轮 包括F1赛车 类似他过去在竞选 高雄市长有提过了 我觉得这在议会都解释清楚 没关系啦 就是你其实花时间解释清楚 总比说昨天下午有扣分 然后再开直播来做修补 总之这件事情 我觉得整个昨天 包括被贴标签 整个操作下来 我觉得对韩市长 是有扣分的 类似情况 我觉得以后还是要避免 是给韩市长贴标签吗 这嘎派你哪大小呢 我嘴巴里说出来的话 都可以不算数 要写下来才算数 我问一下这个佩芬姐 你怎么看韩国瑜的这个态度 而且他现在常常午休时间 还要什么国阵直播 那现在还需要看你的直播吗 你嘴巴说出来都不算数啊 那以后国民党是不是要要求他 以后韩市长都不要讲话了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都白纸黑字先写下来 大家是不是要这样要求他 那你怎么看韩国瑜昨天怎么会在 这个总预算说明会上是这种表现 他的心态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在压力下 或者情急之下 那个情绪反应是很直接 还记不记得他第一次 我印象比较深刻 他讲谁说的是黄光琴访问他 所以说市长要做多久 然后完了以后他出来就 记者问他就说谁说的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 才跟黄光琴搞得不愉快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压力下 他的情绪这样子的话 他就觉得人家在攻击他 他现在就是一个 好像就随时随地都有人黑寒 然后你就有部队 然后有名嘴要黑他 所以当人家这样问他的时候 他立刻情绪反应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你情绪反应以后 就像明贤讲的 你到时候再解释 已经伤害已经造成 所以他这个东西表现出来 最近不是有一个就是说 你最讨厌的人 然后共产党第一名 你百分之六十一 韩国瑜就第二名 百分之五十六 你知道吗 只输给共产党一点 然后国民党是四十七% 蔡英文是四十四% 然后民进党是四十二% 你知道这个讨厌的印象 留在那个心目中 就是主持人刚刚讲的 那年轻人开始讨厌你 用哭手来笑你的时候 那票就没有了 所以你就在说 虽然很多支持他的人说 韩粉其实很聪明 故意这样子 把他的民调弄机 让对方轻敌 然后到时候杀给你们看 但是你知道吗 这种印象深刻以后 其实是转不回来的 所以你再看 不管是他每一次这个应对 那你说国阵 我已经讲了 高雄市政就是很复杂的地方 那你原来在高雄选市长 就像刚刚那个 王时琪说的 他那时候因为开了一大堆支票 所以在高雄真的很轰动 你知道吗 然后那高雄人真的兴奋说 终于二十年 终于有看到一片曙光 然后有一个希望 所以那时候真的吸引了 很多年轻人 还有高雄的人 还有北漂的青年等等 觉得说有这样一个市长 我们真的高雄真的有希望 大家回去一起发大财 可是问题是当你面对 质询的时候 你虽然说没有白纸黑字 但是你嘴巴讲过 你知道现在真的很残忍 你嘴巴讲过的电视录影录音 通通都有 你要赖都赖不掉 所以我们在媒体上讲话一样 就说你讲过的 你真的赖不掉 然后到时候放出来 你就自己猪八戒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 他的情绪造成他这样 但是我觉得他 我一直讲就是说 你要忙市政 又要去忙国政 虽然说很多东西是重叠 但是对他来说压力很大 已经超过他能复合的 而且议会要开议 是不是看得出来 其实他很焦躁 对 其实心里是紧张的吧 他当然紧张啊 你说从男衬衫 换白衬衫是很容易嘛 只要把他买件白衬衫就好 可是这种议题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他直接说 你白纸黑纸有吗 那你比如说 还说买酱油跟买什么 这句话就是蒋经国以前讲嘛 就是在家里面给他 买酱油跟买什么 他跌了一跤就不知道 哪个碗里面是买酱油 哪个碗是买醋的问题 不用用这样的回答 就是他的回答已经很荒谬 一个发言人这样子回答 也很荒谬 所以他的令人不满意的程度 才会到56% 当然很多人说 包括讨厌共产党的61% 你们也有他 因为他的后面支持者 就是比较这个一国两制的 那个统一的支持者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是在竞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我觉得明显讲话比较公正 就是说他不会去硬拗 很多时候你真的错就是错了 就承认就道歉嘛 然后你就讲嘛 就是刚刚讲的 我是讲过 但是这个东西是中央的职责 那当然还有马英九也帮他背书过 那廖国东还今天说 你们如果真的要去挖石油 就支持他当总统 我觉得国民党 其实很多难以这些政治人物 其实真的是不练书啦 然后也不做功课 然后才会放这种话 那我如果换一个人 难道就不能挖石油了吗 我觉得这些都是帮倒忙的事情 就是说不要再去惹更多的新的笑话 否则的话年轻人真的回不来 廖国东还今天说 你们如果真的要去挖石油 就支持他当总统 我觉得国民党 其实很多难以这些政治人物 其实真的是不练书啦 然后也不做功课 然后才会放这种话 那我如果换一个人 难道就不能挖石油了吗 我觉得这些都是帮倒忙的事情 就是说不要再去惹更多的新的笑话 否则的话年轻人真的回不来 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 跟我们做年轻人的时候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还比如说 教官叫你加国民党 你就加入国民党 现在年轻人你才骗不到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知识的广泛 远超过我们那个时代 不太容易骗 不过我补充30秒就好了 马英九总统2015年提出 南海和平倡议 有一个就是共同开发南海资源 这参与委也认同 可是共同开发不是只有说海底下的 那个就说石油开展天然气开展 还有包括在能源啊 还有那些那个海洋资源的共同合作啦 只是说这部分确实在国安层次 有做过讨论 可是还没有形成定案 这就是他不用功嘛 如果他用功的话 这些理论讲出来就百分之百过关 不过明显这样讲之后 其实网路上有一些反应啦 因为国民党都不想讲说是韩国瑜 讲的所以就说是李登辉讲的 就说是这个马英九讲的 就总之都不是韩国瑜讲的 这样最安全啦 我讲了我讲了 而且可是呢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韩国瑜讲说 挖石油请问谁说的嘛 那韩国瑜到底是忘记了呢 还是害怕想起来呢 但是就像这个佩芬姐讲 网友们都记得啊 然后网友呢 就把韩国瑜之前的一些 他韩国瑜失忆的语录呢 帮他整理起来 那我们来看这支影片 我们不惜任何代价 一定要进去要求 Biz9乐园在高雄 不是想盖就盖好不好 我四年任期啊 所以继续做 绝对我现在不在我考量 你会做满四年吗 你说谁说 你说接受网友 我在哪里 我坚持不考虑2020 Yes I do 谁说挖石油 开发石油 矿坊 可燃饼 其实俊宪这就是一种心态 你越不认我越要你认 而且你看 对于这个当时支持 他的高雄市民情何以堪 轰动武林惊动万叫的 高雄外债还款计划 结果居然是一场空 你怎么看 我看的是很有感触 这个赠品这个 这小酒不能让我买点 讲一讲 然后他现在的态度不是说 像我们刚刚讨论的 中央的职责或谁的职责 预算怎么编 他是否认 对 他就说他没有讲过 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那他回答高雄林议员的打悟 我是蛮同情高雄林议员 他一定吓一大跳 我们在这里都吓到了 他当时不知道是受到 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韩国瑜他晚上自拍 那个影片 他是在解释 他坚持他的讲法 对 我没有说有什么什么石油 跟他没有关系 他的发言人出来讲 更强调 根本没有在正在白皮书里面 所以石油酱油都没有 对 所以像刚刚明显 明显议员算 算已经硬凹得很不错了 什么叫硬凹啦 是什么硬凹 但是你还是 你这样讲我 你还是违背了 你还是违背了韩国瑜的讲法 韩国瑜是说跟他没有关系 对 不是像你讲的 应该这个经济部什么 以前大家讨论过 所以按照韩国瑜的标准 这个你明显不能放过他 这个因为你还是讲错了 可是就像我们刚提到的 政治人物讲过的话 可以不算数吗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记得时期刚刚有给我们看 一长列韩国瑜的支票 对 未完待续 没有啊 那些有哪些是写在正在白皮书 如果照韩国瑜的标准的话 他那些根本也跟他没有关系啊 对啊 所以 所以 所以我 那在公办证件会上讲的 挖石油也是在公办证件会上讲的 对啊 对啊 那个也不算吗 选前证件会上讲的 而且还说他的证件被驱解 旧式太平岛挖石油被驱解 他现在是完全的否认 对啊 而且如果说他回答议员当时 他一时生气 或者是说讲错了 他晚上直播的时候 他又再度否认 他的发言人又再次出来否认 对 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心态 不过还好 马英九替我们留下证据 哈哈哈哈 马英九当时就按按踹那一脚 他说哎 蔡平岛证件这个不错哦 我不知道马英九是真的认同 还是觉得 不要乱衍生啊 哪里踹一脚 我是说马英九是背书啦 马英九把他背书啦 还是觉得这个证件 说韩国瑜这个证件 好让人眼睛一亮 当时是称赞他的耶 哪来踹一脚啊 不要乱衍生啊 好好好 马英九也很难懂 但是廖国栋他又讲了 韩当选总统就可以落实 落实这两个字 其实这也是黑韩啦 表示韩国瑜真的有讲这种事情 对啊 但总结一句话 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 其实刚刚明显有提到 因为韩国瑜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 如果这些人他是国民党的高雄市长 他选后不认账 大概其他国民党人大概可以轻描淡写 不必就跟他没有很直接嘛 但是他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 你就拉了全党要帮他辩论背书 对 就变成不是韩国瑜个人的事情 不是高雄地方事情啦 不然我这样 像李密贤这种国民党优秀的新生态 他也不得不要冒险 来帮韩国瑜讲话 而且这种状况不断出现 包括农舍的事件啊 对不对 像这个 那以后我看韩国瑜每一次 他现在好像直播要天天开 你们要认真开 第三五 恐怕不知道又产生什么样 一些新的事情来 如果韩国瑜今天没有选总统 国民党不必背负这些事情 就好像我也认为 韩国瑜他那个农舍卖掉 国民党事件没有人知道 他会做这样一个决策 他把他家的事情 他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成他家的私事 对 苏联的事情说买掉买掉 那港国民党被逼要整体来帮他背负 像他这样随便乱讲一句话 那他事后怎么去弥补这个错误 我认为也跟国民党完全失去联络 失控 照理讲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他回答高敏委员的答询之后 这个网络上就爆炸开来了 每一出现就是个大事情 这个就是选举的危机处理 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 对 这个如果在一般的政党或选举团队 这个立刻列为危机的讨论 那怎么去讲这个事情 就韩国瑜是晚上直播的时候再否认 他发言人出来再否认 所以我是觉得国民党现在是非常 非常的在那个风险上面 对 就是说去年韩国瑜救了国民党 那现在是国民党全党可以救得了韩国瑜 刚刚佩文杰讲得好 那年轻人的票年轻人不再 支持的这个任何候选人都不会当选 可是时间才短短几个月 去年韩国瑜当选是因为他是年轻人的英雄 哇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这么形态的政治人物 对 你看多戏剧性 今天整个戏剧性的变成这样 当然对民进党来讲好像是喜剧一样 可是我是觉得 这种政治上的变化 这个在台湾政治上很少看到 对 很少看到有像这样的 让人瞠目结束 去年九月之前韩国瑜是一个根本 他好像在麦当劳 在那边滑手机旁边没有人理他 可能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经过他 他一个人傻傻坐在那边 九月以后啊 他开始变成英雄 到年底他当选 哇不得了 甚至他开始执政几个月 他到处不是出国去什么招商 还是受到很大的一个欢迎 他到美国去不得了啊 他整个整个桥色翻过来 什么时候开始掉下来 从他开始要选总统 因为检验标准不一样 对这是大家的事情 然后啊这个草包总是不一定会献献献原型 因为这种国政问题讲一讲也很很容易就让人家发现哎原来你是这种人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的惊喜还没有写完 他以后像这种事情哦 恐怕会更多了哦 那我不知道国民党还有多少像李明显这么会啊 像李明显这么又这么会出了半韩国瑜讲话 不过再多我看都没有用 他到美国去不得了啊 他整个整个桥色翻过来啊 什么时候开始掉下来 从他开始要选总统 因为检验标准不一样 对这是大家的事情 然后啊这个草包总是不一定会献献献献原型 因为这种国政问题讲一讲也很很容易就让人家发现哎 原来你是这种人 但我觉得韩国瑜的惊喜还没有写完 他以后像这种事情哦 恐怕会更多了 那我不知道国民党还有多少像李明显这么会啊 不像李明显这么优秀的 会出来半韩国瑜讲话 不过再多我看都没有用 不过董好我们刚给大家看那支影片 还只是第一集耶 韩国瑜讲话的反复还没完耶 这个网友还没整理完耶 但是你怎么看哦 其实我这两天听到挖石油 大家最多的说法就是 真敢讲 那为什么韩国瑜这么敢讲 然后关于这个街头的这个 所谓直播组织乱这个事情 韩国瑜已经说了好几次 完全没这回事 没有什么枪声 完全是胡说八道 而且说中央都在丑化高雄 这样以后谁敢来观光 所以治安在观光之前吗 还有就是说 他在讲说中央都在丑化高雄 所以你们故意派人下来 好像我们高雄很乱一样 那他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错 你怎么看韩国瑜的说法 我们都在黑寒 当然是我们的错 当然韩国瑜怎么会有错 对不起 韩国瑜绝对没有错 我找一张照片 因为昨天从这个所谓的 谁说的到这个有白紫黑字吗 然后后来新闻局也出来讲说 他从来没有把这个石油 列入这个政材白皮书嘛 对 所以从来没有嘛 那到底谁谁敢开了石油的 李登辉 没有啦 那个总时 《中国时报》昨天 快讯里面 不是韩 这个 太平洋挖石油的原来是他 这个他是谁 丁手中是丁丁 好不好 这一切都不是韩 我们韩总的错 这一切都是丁丁的问题 丁丁最近犯小人嘛 对啊 丁丁在什么时候 他们甚至这个报导里面 连他在哪一天的广播里面 在立法院哪一次提出来 太平洋挖石油 所以这个你这样 怎么是韩总的呢 当然不是啊 对不对 暂败是谁 是丁丁啊 所以叫他不要搞错啦 所以韩总他在做一次直播 跟他们跟大家讲说 他从来没有说 要把这个挖石油 变成他的政策主张 那我们韩国外韩市长呢 因为他去年就 顺利当选的高中市长嘛 他不是后来出了一本书吗 叫做 凸子跟着月亮走 对 那他也没有骗 为什么会变来变去的 因为啊 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哦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不理了 所以你把你把这两计划 连在一起 这怎么念呢 凸子跟着月亮走 初一十五不一样 虽然不是押运押得很好 可是 为什么要把这两句放在一起 因为韩总都已经告诉你嘛 他跟着月亮走嘛 那每天的月亮都不一样嘛 所以 他的讲话 不一样 他有骗你吗 是你自己想太多啊 那不是他的问题啊 谁知道这条大鱼 比白海豚还会转弯 那不是 那这样子你又再黑他 不行 噢不行啊 对 韩总一定不会错 因为韩总跟你讲 月亮啊 把他初一十五不一样 好 那你再回过来讲说 那 你要怎么去看韩国瑜呢 因为我们现在 偉大的韩国瑜韩市长 百年奇才 对不对 去年艺人救权党 他现在选下一届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请记得 我们韩总 在政见发表会 户外的演讲 乃至于记者的联访 这些都不是政策哦 你不要搞错哦 他讲的这些话 都不是政策哦 都在跟你聊天而已 他跟我们一样嘛 我们坐在这边 然后主持人 你问我 丢一个问题给我就要讲话嘛 这不是政策 这个叫做语情反应好不好 我就帮他想好了 好 那我们再谈一个 严肃一点的了 那 怎么样才确认韩总的政策呢 所以今年你收到 12月收到的选举公报的时候 你一定要收好 上面白纸黑字 打在政见栏的 那才叫做韩总的政策 至于这个过程当中 他所有的电视上 不管是未来有机会 如果跟蔡英文总统辩论 或者是他到的地方上 比如说 前一礼拜天到台南 跟台南相亲讲说 你们好好反省一下 对 这些都不是他的政策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韩总随口说说 你不能太认真 他跟你讲过了 凸子跟着月亮走 初一初五不一样 你要知道 韩总的政策是什么呢 就在那个选举公报 除了选举公报以外的 他一概不认 那都不是他的主张 所以以后国阵直播也不用看了 对啊 因为那都不在选举公报上面 那都没有白纸黑字啊 他没有骗你啊 他已经那么诚恳 一而再再而三而告诉你 那个不 連政策白皮书都没有耶 根本不要讲政策 政策籃耶 你怎么可以哪一个 没有在政策籃的东西 没有在政策白皮书的东西 说那是韩国瑜的主张呢 虽然明明我们都看到了 我也听到了 对 可是跟你讲 用讲的不算 用讲话不算 对 那如果找我们朋友 大家晚上喝酒的时候 会讲话就是习惯 说酒话不是话啦 对 酒话不是话啦 对 好不好 那这样大家各位了解了 请不要再怪韩总了 韩总没有那个意思 那当然 我们后来也哭哨他一下 因为呢 有一个伪科学 我们想说 听说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后来我又很努力去找了一下 发现 国外人家实验 有的鱼的记忆力 可以有五年 所以呢 对于韩总 请大家不要用那么高的期待值 只有白纸黑字的那个才是 因为 对不起 收回来 因为我们韩总可能会改 白纸黑字也不一定是 那它还会再变啊 因为你要记得 初一十五是不一样的 你不晓得今天是初几啊 白纸黑字当然不能算数 要政策白皮疏 那也不一定 记得 初一十五不一样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换 要怎么改 反正韩总怎么讲都对 反正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韩总夫妻一定不会错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呢 这个 韩国瑜呢 在昨天深夜直播的时候呢 他还特别加码讲了什么呢 说黑韩产业链是我发明的 1450黑韩呢就是有计划的 而且呢 他在网路上发现 黑韩黑客的一个账号 可以卖5300 台湾民主史上 尤其是总统大选 从来没有像今年 这么肮脏的选举 他说未来 不管是柯碧 或者是我 采取法律行动 是必要的啊 可是呢 在前一天呢 他这个在这个 红秀柱台南的造势场合上 不请自来 他也这个 除了赞美红秀柱 大五位精神之外呢 还这个特别强大 红秀柱是空降来的啊 然后说呢 这个啊 要让台南相亲 好好的去反省 去思考 我们有没有办法 改变台南这样子的结构 怎么老是民进党在执政呢 所以都是台南相亲的错 然后在前一天呢 指导绿营 也是施政满意度 第一名的这个票仓 屏东的时候才妙了 韩国瑜呼吁政治人物说 台湾人民越来越聪明了 不要鬼混 不要把问题都丢到蓝绿 恶斗 整个台湾已经越来越中立了 那韩市长不知道 是不是讲给自己听的 那在前一天的新北造势 他更是说 叫韩粉们 以后凡是看到抹黑的 还有所谓的电视名嘴 这些人绝大多数 都是拿黑钱的电视名嘴啊 我们要让黑韩产业链 让拿起了这些电视名嘴 让所有的特定媒体 让他们变成全台湾人 全世界人的笑柄啊 好那我们就来看啊 李嘉芬在做什么呢 李嘉芬呢就像这个 韩国瑜讲的 要采取法律行动是必要的吗 所以呢 他连续两个礼拜呢 告媒体告名嘴啊 这个佩芬姐 理由很妙 理由是佩芬姐指责韩国瑜夫妻 所以要告他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 只要不实的抹黑就提告 然后另外呢 这个其他的什么 高雄市的立委参选人等等 是跟这个指控这个 李嘉芬入住的总统套房啦 然后未来事件交易所的 这个执行长洪耀南 什么发表不实文章 所以他通通都要告 但是呢 这个礼拜的这个第二波的 告的是年代的主播张亚晴 那张亚晴告他很多了 据说有16件的公然侮辱 32件的加重毁谤罪啊 然后有40集的节目呢 据说李嘉芬呢 他们都仔细的看了啊 盯着看了 那苹果日报的总编辑跟记者呢 则是呢 告了这个不实报道 妨害名誉啊 这个有名带这个爆料啊 说苹果日报大概被告了60项啊 然后呢 之前就已经被告了这个 前立委赖昆成 他怎么说呢 他说啊 他在政论节目呢 确实曾经列举了 韩国瑜的十大丰功伟业 他说哪一件不是事实 今天呢 他要听听韩国瑜要告哪一条 再来决定要如何反告他误告或毁谤 尤其是这一条啊 如果是个男人 他叫韩国瑜说清楚 蒋明白到底是哪些名嘴 收了黑钱 拿了黑钱来黑你 而且呢 给我说清楚蒋明白之外 到底是谁收黑钱 他强调好几次 他说因为这是对人格名誉 高度的这个侮辱 所以要韩国瑜三天内回应 否则点点点未完待续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哈 韩国瑜呢 现在不管怎么样呢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韩总永远是对的吗 好来听听他怎么说 洪秀之委员到了台南 整个空降过来 开始一双手一双手握 同时也让台南相信 好好去反省去思考 我们有没有办法改变台南 这样一个结构 所有洪秀政治活动工作整大 请记清楚 台湾人们已经越来越聰明 不要鬼混 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肮脏的选举 从来没有过 连账号都有公订的价格可以买卖 接着网络上发现 黑韩国瑜 黑柯文哲 一个账号 可以卖到五千三百块 我一点都不压抑 会让当事人就是会 不禁去联想到说 以及让这个社会去误信到说 黑韩的确是一个 就是现在 时下最流行的一个产业店 很难让人不去联想到说 它是一门生意 所以黑韩现在是一门生意 然后一个黑韩的账号 可以卖到五千三百块 这个部分 韩国瑜到底 要不要拿出证据来 你现在要去告别人 自己讲别人 就可以不用拿证据 我要请教佩芬姐 你怎么看 韩国瑜甚至要台南相亲 好好地反省 台南相亲要反省什么 其实我想要反省 你知道老百姓 其实没什么要反省的 他就是投一个票而已 真正要反省 也是政治人物 因为你的地位很高 权力很大 然后是万民的表率 那你说他去告 告这些东西 比如说他说 我指责他们夫妻 那我觉得基本上 我比较指责更多的是 国民党中央 如果国民党中央 当初这个选 我不知道他的选战 布局跟战略是什么 如果你当时提名的一个 正常人候选人的话 正常人的话 根本没有今天的乱局 也没有今天的乱缘 如果是个正常人的话 他不会这个言行争议 然后本身问题那么多 就没有这种争议 那虽然就是我常常讲 民进党今天不是没有问题 蔡英文也有一个箩筐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提的是个正常人 就是说我为什么一直认为他们不恰当的原因是 他没有正当性 你才刚当选高雄市长 吴敦毅怎么可以容忍 就是说你去当总统候选人 因为你上任半年就决定要去选总统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条件 就是因为你当初大胜打赢了高雄这一仗 然后但是你并没有具体表现 所以我最早的时候说 韩粉绑架了国民党 那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 那你国民党本身造成问题 选择了这样一个候选人 造成今天那么多的争议 本来如果说你提一个正常人的话 坦白说去年11月24号 那种胜选的那个情势 轻轻松松就可以打胜仗 那你今天说他的民调拉不起来 要拉朱立伦来的 然后可以提升七个百分点 这叫笑话 朱立伦在初选的时候就败给你嘛 而且是排在第三名 民调差一截 然后吴敦毅也从来就不喜欢他 所以大家名嘴都知道 都说他在卡朱 因为他跟朱立伦的问题 那一箩筐嘛 对不对 因为当初吴敦毅被提名 做行政院长的时候 马英九就提名朱立伦去当副院长 那吴敦毅认为说 马英九找个人来监军 来盯着他 所以就让他去选新北市长 那周西伟明明要竞选年任 你一定把人家拉下来 然后去竞选 所以问题是他去竞选了 然后他这一招其实蛮狠的 你选上了你就在新北市被困住 你选不上你就完蛋了 连市长都选不上 那因为朱立伦家还有高家 他们在北部 其实没有什么根源 他们是在台南 所以很可能就落选 然后再加上你知道 在竞选过程中间 周西伟要不爽嘛 所以他就完全市政府 市政府从来没有动 等到最后的两个礼拜 高玉仁去求周西伟三次 登门拜访 周西伟才开始动 所以当朱立伦当选就职那天 周西伟致辞 他说恭喜你朱市长 你终于你当选了新北市长 但是你一定要感谢一个人 那个人不是马英九 那个人是高玉仁 他致辞是这样讲的 好那所以换句话就是说 如果说你提一个人 他可以平平安安的选上 然后又可以平平安安的 顺利的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没有今天的乱缘 哪里要搞成这个样子 证券又被人家挑 然后各种话 被人家这样挑来挑去 他自己情绪也不好 然后市政国政搞成一团 还要找个人的副手 来帮你拉抬声望 然后又不是真的很诚心去请人家 然后还有很多人 张善政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这种就是你开始布局 然后就说才会乱成这样 那你说你当初救了一个党 没错 那今天这个整个党 是不是要陪葬在你身上 我觉得这个才是国民党员 不愉快的地方 所以你说作为一个资深党员 为什么要指责他们夫妻 我认为的不妥的地方是这样 而且什么叫指责 批评都不行 批评都叫指责 没有啊我的批评 要选总统 难道不应该被检视吗 问题我都批评他也接受啊 我有说过啊 他穿蓝衬衫去 跟那个AIT处长 就像个门房啊 然后我说 甘奈迪总统是穿白衬衫 卷袖子 我说那是造势场合 正式场合要穿西装 他现在不是蓝衬衫脱掉了吗 完全换白衬衫 正式场合他也会穿西装啊 这也是指责啊 所以问题是 你没有到那个格局的时候 人家的建议 你不能算是 全部是恶意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 那心态问题 我觉得自己要检讨啊 不过佩芬姐 这个韩国瑜说 要让这些拿钱的电视名嘴 变成全台湾人 跟全世界人的笑柄 没错 我觉得赖昆臣讲的没错 王瑞德也讲过 到底哪些名嘴拿了钱 请你点出来 让他成为笑柄 让他丢人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赖昆臣告他是对的 限里三天你讲嘛 哪些拿了黑钱 哪些拿了郭台铭的钱的名嘴 做出这么丢脸的事 我觉得他应该拿出证据来 否则的话 这些我就在笑他还有第三波 到时候可以成立一个这个 什么叫什么 被告联盟 被告者联盟去联名去告他 你到底讲嘛 哪些人拿了钱站出来讲 否则作为名嘴 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不是吗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叫做恶劣 因为你选举 当然说广结善缘 交朋友 没关系啊 你强势没有关系 你选择上大家认了 选不上的时候就是落水狗嘛 乃威学伟啦 李嘉峰现在看起来是大开杀戒 你怎么看这样的策略 这一对夫妻 现在到底是怎么打这场选战 怎么分工的 就是韩国瑜现在在拼选举造势 然后李嘉峰跑法院 是这样子吗 然后现在呢 韩国瑜也讲 现在黑韩的账号 一个是卖5300 他说黑韩产业链他发明的嘛 所以你怎么看韩国瑜的说法 然后又指控说名嘴都拿了黑钱 你可以这样子随便指控人家 你这样去告人家 你自己就可以乱讲吗 我实在很难想象说 未来我们的总统跟第一夫人 是这样的德性 我说实在话 你不觉得夫妻两个 现在跟刺蝟一样嘛 他有风吹草动 整个枪都穿起来 对不对 你碰不得啊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说他们 韩国瑜啊 你一直讲说 你说大家在黑韩 一个账号什么5300 什么名嘴 好啦我先承认 我有拿钱 我拿年代电视台的通告费啊 当然 否则你我每天两个多小时 坐在这边录影 我准备三四个小时的资料 那都不用钱 我在做白公喔 对不对 他跟通告费都买黑钱 对啊 那到底是谁拿钱 拿了什么谁的钱 对不对 对 你是不是要讲清楚啊 你不能说黑钱黑钱 谁要出钱啦 他这样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只要稍微对你有点批评 都是拿钱的 之前是因为郭董的 还在选对不对 那他就紫色好像是说郭董 好像拿钱出来让大家 那这样郭董不选 还有谁拿钱 对不对 没有钱的大家为什么还黑你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逻辑搞不通嘛 那是在检验你 那检视你 说实在乎 我刚才讲说那只鸟一样 闭上鸟嘴 就是这样的意思嘛 对不对 你今天每天都爆这么多东西 你如果出来直播 你如果出来开一个记者会 或什么事情 你都有新的那种语录耶 让人家就可以一直讲 所以就常觉得说 我真的建议韩国瑜说 你以后讲话之前 要不要先做个酒测 酒精测试 到底你有喝酒也没有 不然我怎么说 这荒腔走板的说一大堆 你难道这些你不怕被告吗 因为为什么我讲说 你要先酒测 以前我们喝酒 常常也知道嘛 对不对 酒水就三明害死 酒精就是渣迷拍死 对不对 真的耶 你不觉得他现在讲话 就是跟这个一样吗 真的 我时候也会说 那我说的 那一阵 不好意思 那一阵不是我说的 所以我就跟你说 讲话真的要做一个酒测 那我们反过来讲 你说李嘉峰告这个东西的话 当然啦 我之前就讲说 这个是以送指棒的一个手法 对不对 我用诉讼 来指这些谣言 这些诽谤 那先决条件是要棒啊 对不对 要诽谤啊 要谣言啊 问题是你只要告一头那句的时候 我说一句话不听 对不对 你检察团处理的时候 也觉得说 啊 如果靠一群 靠这么多 哪有那么多人黑你 你是人很坏的吗 还是真的是人在乱诉 所以看起来的话 你这个就是什么 你要造成媒体的寒蝉效应嘛 我告你看 你敢不敢讲话 对不对 你跑到云林告 人家去云林告 这么多人 你告这么多人 不能遗传管辖嘛 到时候你说 叫一堆人被告要下去云林开庭 不是啦 是你要来台北开庭 跟你一口气告几十件 而且有说在几十件的话 劳民伤财 而且这个人到时候 好我第一次出庭 你拿不出控告的具体示证的话 当场就反控告他反那个误告嘛 那到时候是谁官司多 对不对 每一个人记者 一个官司顶多两三个 张亚晴例外好几十个 那你如果其他记者一个人 控告你一个反误告的话 你有多少官司要去打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说 你这个 而且我讲实在话 你今天告的时候 你告什么理由 告什么内容的话 你以为你告苹果日报 从总编社长总编辑 这样一路告下来的时候 他们不会反击吗 对 到时候我出庭的时候 你要告我什么东西 我就再把当时你告我的内容 我再把那个新闻再写一遍 再整理一遍 整理起来也是洋洋洒洒洒 到时候是相逢随便 对不对 我就觉得说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很奇怪 这超乎我的想象范围 我招选举新闻 我也招离三十年 对不对 我从那个时候什么 省议员 省长 立法委员 还有各地县议员 这些东西 总统大选也招选 我跑过李登辉的那个总统大选 那个北海岸的故乡 所以就跟你讲说 我没有看过一个候选人 是这样控告那个媒体的 对不对 这够得用的变过 这有第三波 第三波 关于整波 反正我就跟你讲说 你如果觉得说你划算 你觉得这个寒陈效应 会造成的话 那你就错了嘛 对不对 那你告 你一直告 这样告的结果 我就跟你讲 那以后你每告一件的话 哪一件事情 你知道哪一件事情 选举剩下 今天是一百零几天的 那你 一百零九 对啊下次开庭的时候 剩下几天破百之后 剩下几十天 你每天媒体就是告诉你说 你看他告我什么 我就把当初的那个事件 再翻出来 当初的农舍什么东西 全部在整理一遍再弄出来 我就跟你讲 对你的选情有帮助吗 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讲 你告的结果之后 如果结果出来 在总统投票之前 全部出来的时候 那个如果速审速宪 因为你要包括 你在告的这些案子 都要贪同的 假有证据的 对不对 全部都不成立的 如果到时候你告的 这些东西全部败诉 到底是你没面子 还是媒体没面子 所以就是说 你告这种东西 你真的是谁在胡扯啊 对不对 到时候法院认证的时候 哎这个不成立 这个媒体报导有根据的 那不是你倒霉吗 对不对 那这个整个案子 你这样告下来 你觉得爽到谁 爽到律师嘛 对不对 那么多人我出庭 盖律师费你要付啊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觉得这样告的话 我一直讲说 你如果真的要以宋指报 重点在报 你要真的要考虑过 这个是不是构成诽谤嘛 我就跟你讲说政治 说实话 这个 我们跑过这么多年的 选举新闻 通常有告的 到选举完之后 都不了了之 要怕哪有人 因为 除非说你真的很具体 你已经影响到我的选情 让我的选举落选 或怎么样 已经大到那种地步的话 那个选举才 那个 那个告诉才会成功 才会 才会有结果嘛 我说通常这种告诉的话 到最后都没有结果 所以就觉得说 好啦 那你既然你讲 我真的还是要对那个 拿钱的那个电视民主 这个我很有感 真的你不要这样无地放死 说真的 你光这句话的话 你只要讲到电视名嘴 都可以去告你 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说 你这样讲电视名嘴 你没有具体举出来的话 没有不能告你 其实只要有好事 没事的电视名嘴 跟你玩的话 我就直接就告你了 对不对 因为你讲的话 东西都没有具体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也是电视名嘴 我是不是有嫌疑 对不对 佩芬姐当人家有嫌疑 你那陈总好也有嫌疑 他也是电视名嘴 对啊 我要自清啊 我觉得说 被这样污子的话 我都逼你 我告你的话 逼你把那个人 到底是谁拿钱 你掌握了谁 把他讲出来 所以这个是不是 你讲这种话 说一句话 我经常说 你真的一句话说出来 很简单的嘛 对不对 你也没有经大脑 有没有经什么 就话就从嘴巴上就出来 没有啦 问题是你要考虑他的后果 我常常讲说谨言盛行 这一句话我不知道 整个就开始讲到现在 真的 你有时候在讲这些东西的话 你要不要 现在要装装一点 我说真的 韩国的构型就拆掉了 以前我们说他坐不住嘛 对不对 你说国政顾问堂 要叫他上课的话 也坐不住嘛 对不对 现在你那个讲话 他觉得说 我讲话你把它限制我 干脆我随便依照我自己 问题是你的脑袋停留在70年代 讲出来都是以前的事情 不然就是歧视嘛 对不对 凤凰和鸡兵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这个讲话很快 很那个的话 说真的 你今天要当政治人物 尤其是公大会的政治人物 其实你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就应该谨言盛行的啦 直辖市的市长 你说话的时候 不用庄重吗 不用思考再三吗 对不对 你有看过台湾的哪些政治人物 像你讲话是怎么不庄重 切切丢 切丢 像让我想起来以前那个夜市 爱拼才贏 张哥就这样 对不对 你每天都在唱爱拼才贏 所以就跟你讲说 拜托真的韩国瑜 悲哀 不是我们真的很想讲你啦 对不对 我说真的一个人无聊 可以 我那天有讲过说菩萨未因 凡夫未果对不对 你以我讲这个时候 讲这些事情没有种下因吗 当然有啊 问题是这个因 下去是善因还是恶因 我如果可以这样 让老百姓清醒的 用他们的自由意志 去选择一个理想的总统候选人的话 那我是在种善因 对不对 所以在跟你讲说今天 你看 最不喜欢的政治人 为什么韩国瑜排第一名 对不对 他好像输一个输一个叫阿公 所以你就知道嘛 这个风向 2300万老百姓的风向在哪里嘛 所以你要思考清楚 你在选的过程之中 说真的 不是我们要黑你 是我们真的是 你太多新闻 每天都怕我们失业 怕我们没通交费好而已 所以你每天都在创造一些种地 让我们来发酵 让我们来讲 来问一下这个东豪啦 韩国瑜说 绝大多数的电视名嘴 都是拿黑钱的电视名嘴 这是他讲的 这个指控你要不要拿出证据来 而且呢 他还煞有其事的说 要让这些拿钱的电视名嘴 所有的特定媒体 变成全台湾人 全世界人的笑柄 现在谁才是全台湾人 全世界人的这个笑柄啊 而且呢 他还讲说网路上这个黑函的 这个账号一个可以卖五千三嘛 那这个 他是不是要拿证据出来 但是讲到钱啊 昨天我们也听黄光琴讲 到底谁才真的拿钱啊 是这些电视名嘴拿黑钱吗 不是 光琴昨天还讲说 他身边的张善政不是也一四 拿了郭台铭五百万吗 那三十一大佬不是也传出来 这个 而且你们拿了钱之后 还去站在韩国瑜旁边 这个行为不恶劣吗 所以你怎么看 拿的应该不只张善政吧 前一阵正在讲 拿黑钱的那个电视名嘴 我后来看到 第一个被打到的是韦翰 因为韦翰呢 剪好韩国瑜啊 然后他就被韩粉灌爆了 然后呢 周知电子报上面还有韦翰的那个 相关新闻啊 韦翰还出来出来喊啊 对 电视名嘴 韩国瑜就是要你自己对话录作 因为什么前提要拿黑钱啊 拿电视台的通告费是要报税的 然后还有健保的 对 所以呢这个 这个钱呢 我认为呢 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我从去年开始黑韩 黑到现在 那 去年怨赌服输 因为明星事变 韩国瑜就这样上去了 你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的韩国瑜 现在所有的打法 包括昨夜的直播 韩国瑜 如果你仔细观察韩国瑜 这段时间的变化 跟前一段时间 开始有点不一样 我听到的消息了 这一段后面剩下 一百一十天怎么办 呃 后面的人要韩国瑜回到去年 就用去年的打法打下去就对了 哦 去年一直在讲说 这个 韩国瑜的政策不可行嘛 爱庭摩天轮这些都不是这些都有问题嘛 为什么 因为一个爱卖情摩天轮来讲 你能够带动的一个城市产业很想极其有限 对 不管是他的建筑 这个摩天轮在大小 甚至你说他变成一个爱情产业链哦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 后来发现我做做错了这件事情 我太认真了 我太认真的跟韩国瑜计较说 你那个政策是不对的 所以我去年学到第一个教训 就是说我太把韩国瑜的讲话当话 因为你你跟他计较韩 那个事情的时候 摩天轮的时候你就完了嘛 他不他不在乎 那去年韩国瑜是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就是平心而论讨论民进党 就是明星思变 对 好了变了上去以后 现在现在是一九二零一九年了 现在不是二零一八年 你现在是高雄市市长 那高雄变了没有 高雄有没有改变 不管这个改变有多么小 他总要开始改变 这个改变总要让高雄市的人觉得 有机会变好 我不会苛责韩国要在六个 九个月之内把高雄变好 不可能有这种人 没有人是神仙啊 神仙子一点 所有人都发大财人 哪有这种事情 高雄可不可以有点机会变好 那我们走过这九个月来 农产品是怎么样 大陆卖的中国的NOU 执行率比较好 还是你往南向走 往新加坡 往马来西亚 你走出来的成绩会比较好 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韩国瑜 你不需要把你在东南亚的成绩 算成蔡英文总统南向政策成绩 但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高雄的农予产品走出去的时候 你签了那么多NOU里面 在这九个月的过程里面 哪边的执行率会比较好 这实实在在的帮高雄的农予民 创造业绩 真的卖掉收到钱的 而不是一个备忘录 我最近最好奇的是 我们的韩总下面的张总 张总召集了 到底有没有五百万的事情 对张善政 我们张善政先生这个 而且张善政 本来是本来是炙熟可乐 好几个人想要找他当副总统 听说 对不起我有点笑场 听说在八月一号之前 我们张善政先生 他打个电话跟郭台银先生讲说 他不能等了 他要过去另外那边 那照光晴提供的消息 还有陷害光晴 光晴可以被我陷害 没关系 去年的十二月呢 这个我们的张善政先生呢 就在我们的也是有名的韩黑 这个杨秋心县长的引导下 的介绍下 跟我们的郭台银董事长见了面 据说一出手就是五百万嘛 因为那个时候的郭台银 还没有要选总统 我跟郭台银只见过一次面 是在友台 那时候他们做接受专访 专访 我应该没有私事证 郭台银先生当场讲的是说 他一路在等马英九 他一路要劝马英九出来再出来选 所以去年十二月以前的郭台银 没有要选总统 一听到张善政要选总统 他要办个智库五百万就下去 到底是不是五百万我不知道 因为什么郭伴最近又开始在收 就说金额好像不一定是五百万 所以我现在想的是说 因为今天我今天下午听到一个消息是说 我们韩国瑜韩市长 想要找两个人当副手考虑 第一个是最近传的朱立伦 朱立伦最近很哀怨 你没跟我真的跟我讲 什么东西都是都是都是 都是媒体放话了 所以朱立伦就一而再再三 比如说礼拜天被迫同台同框 被迫嘛 然后到了走到今天呢 我就跟你讲这都是假的 所以立伦已经表态了嘛 这都是假的 没这些事情 那这个跟张善政是什么关系 因为我听到了我后来听到 张善政应该可能是 韩国瑜的副首人选 这下子就好玩了你知道 我在想说 我在想说 去年的十二月 郭台铭捐了五百万 给张善政选总统 对 然后张善政总统没选 要去当韩国瑜的副总统 所以到时候真的献金的时候 就出现郭台铭捐了 捐了五百万给韩正宜 郭台铭挺韩国瑜 五百万 你知道我没有在想说 我去年学到教信之一就说 哇 国民党的政治 这出年戏剧真好看 我的脑筋赶不上他的变化 我相信后面一定还要有 最后我今天要学到第三个教训 是什么呢 我在等 等民贤跟我讲 因为我要求人得人嘛 就像我刚才看赖昆成的脸书 我去看了一下他的那个 他收到的传票 上面是一个他字案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跑司法 他字案就是 没有具体的犯罪事实 或者没有具体的犯罪 嫌疑人 那既然有赖昆成的被告名字 那就表示具体的指示的对象 但是表示说用他字案 有可能就是没有具体的犯罪事实 我在想 赖昆成因为他已经出庭 他收到的那张船票 到底是不是韩国瑜告的 因为自己韩国瑜说要告 要告他跟光晴 那到底赖昆成收到的船票 原告到底是不是韩国瑜 李嘉班也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是小攀攀或其他的人 不要是用旁边的人跑出来告 那求人得了 我们也讲人家被女人抱 喝酒 我们也讲南港有房子 南港房子还留一点东西 看韩国瑜韩市长准备好了没有 我还没收到纯正信函 我还在等 你才认识 我认识 因为光晴都被告了 我们不能放光晴姐妹一个人面对 我讲真的 因为我们都已经讲到那么具体了 如果我没有被告 就表示我讲的是对的 所以你喝酒被女人抱 不是只有这些事情 所以为什么要呛他 做人不要超过 做人不要太过分 那你如果自己不当正常人 人家就没办法用正常人的眼光看 就像他昨天又去脸书直播的 在干什么 回到我一开始那句话 现在你所看到的韩国瑜 他想要用2018年的打法 他也相信他可以打得贏 他后面的媒体这一方面的 也认为这样子可以打贏 所以对韩国瑜的未来 你还会看到很多有趣的状况 谁说的 有没有白子黑字 这种事情还会跑出来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再追问一下佩芬姐 以前大家对李嘉芬的印象 就是她是一个很贴心的女人 很温暖的女人到哪里都笑脸迎人 可是现在突然大开沙街 一坨拉鼓告了这么多 而且一口气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还告诉你还有第三波 这是不是才是她真正的本性 还有她到底韩国瑜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还是韩国瑜根本管不了 还记不记得我在你们节目 还有别的节目上 真的有称赞过你加分 那个时候 11月24号的时候 记不记得她还写了一封信 念出来说她的先生怎样 所以我们几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 将来有一天 不是这一次 将来有一天 一旦韩国瑜能够做上总统的话 她会是一个称职的第一夫人 我那个时候曾经这样称赞 然后还有主持人说是吗 这样还这样反问我 我那时候的印象就是这样 因为很爽朗很大方 然后很直接 你看那个黄光琴访问她 笑得哈哈哈哈那样子 那确实是前面总统夫人 没有人像她这么爽朗大方的 可是你在看她要选总统以后 宣布要选总统到美国以后 一路的表现就是出乎意料之外 比如说她第一次讲说 除了稿费之外 她第一次说背后开枪的感觉不好 那个感觉就是她管事 她比韩国瑜管事 然后后来才会爆出什么龙舍 什么东西大一坨拉股的东西 然后你看她处理的方式 你就会发现可能是跟她 也许在乡下做过这个不能讲乡下 云林做过现议员 那议员本身就很跋扈 你看这次高雄市议员咨韩国瑜 就直接就去了 所以然后她父亲做过议员 她自己做过议员 也许她在地方上就是应对就是这样 所以她那个时候的强势 没有显现出来 笑起来又觉得蛮可爱的 然后对人也好像蛮和气 好像很随和 对 但是你现在看出来 她的作风就是那个议员 就是那个样子 你知道议员你惹到我 老子我就去告你 然后让你低头低声下气 但是不要忘掉现在的世界 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公开的 你要去告就像刚刚学伟讲的 你那些事实上是不是造成毁谤你 而那些是不是有根据 然后跟事实是不是有差别 如果事实上就是这样 如果讲龙舍的话 它是有一个龙舍 然后大家也有人讲说 它有长胖长高 然后不合法的地方 就要去违禁就要去拆掉 这种东西都是有可以公诉 就是说有事实证明的东西 然后县政府也没有去强制执行 然后他自己就在 就突然间就卖掉了 然后大家有很多人去追踪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看他的举止 就是他在地方上 做一个民意代表的那种形态 而且你家分他们家在地方上 是一方之霸 一定是啊 所以其实他到台北来 到时候大家看到 他选高雄市长那个样子 对我记得那个是 那个是真实的他吗 对你知道吗 其实我坦白讲 以前就是说很多官员 国民党时代 很多官员在高雄 在各地方做官做市长做什么长 到调到台北来的时候 我就接过很多电话 他说台北是经济所在地 有什么地方或者有什么人物 搞不清楚你要提点我一下 就是要提醒他们 有的人不能得罪 有的人可以不当回事 事实上地方上 你就算说真的是你们家 就算是那边的一霸好了 你要当总统的话 不要忘掉全天下都在这里 人才祭己 普天之下莫非亡土 率土之兵莫非亡臣 书读的比你们好得多 有钱人比你们有钱人多 没有那种谁怕谁 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赖昆臣这样去告他 我同意啊我赞成啊 你居然说大家都是黑寒 拿了钱的名嘴 让人家一笑大方 让全世界笑 你就讲出来 讲不出来你就被人家笑 对不对大家真的可以去告他 为什么不能告他 因为你是总统候选人不敢告吗 没那回事 就算总统都有人告不是吗 你当选以后才有言论免责权 才有那些权 你现在只是个候选人 所以那个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要以为自己真的今天 你知道顶天立地 已经登天了 没那回事 你就算当了总统 大家还是可以黑你啊 对还是可以检验你啊 没错 来问一下这个俊宪啊 你是台南乡亲啊 有没有好好反省思考一下 这个台南乡亲到底哪里错了啊 还有你怎么看 李嘉芬接下来呢 还据说 而且已经给你预告了 还有第三波啊 很多人现在都要插勒蛋吗 之前有人说 韩国瑜常常讲 千做万做都别人错 不过这次说是选民错 这个真的是 很难得一见 很有胆胜 痛骂选民 我倒觉得 像韩国瑜他现在过去告民嘴 他后来现在是告大电视台的主播 大媒报纸的总编辑 了不起 我不知道国民党中央 或者是他的竞选总部 知不知道他会去提这样的告诉 这就是我延续我刚上一段讲的 这对国民党来讲我看起来 这是绝对失控的总统候选 这根本失去控制了嘛 对 就好像他回答 他所谓太平岛挖石油的问题 他现在就坚持他没讲 那后续这个洞又越挖越大 他现在去告这些人 各位可以想一想 在选举这个时候 这不是一般的 选举进入最关键的100天 他提出这样的告诉 是经过竞选总部 深思熟虑大家开会讨论的吗 我看到韩国也还有个竞选总部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因为我看他有公布 有些人说他的头衔是什么策略小组 什么决策小组的委员 有啊 议题小组 明显你是什么 请问你是 我没有 你没有 所以你是 我是忠贞国民党 那忠贞国民党员就会很担心 不会啦 就会觉得 党会不会被这样的一个候选人给害死 因为他现在身份不一样 他做什么事情 你党被逼被拖的 只好全党去挺他 帮他背书 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 最严重的事情 我看到 韩国也还有个竞选总部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因为我看他有公布 有些人说他的头衔是什么策略小组 什么决策小组的委员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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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身份不一样 他做什么事情 你党被逼被拖的 只好全党去挺他 帮他背书 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 最严重的事情 而且他现在得罪 得罪的媒体哦 得罪的这些名罪哦 这些都要国民党来单哦 不会算到国民党身上哦 我看这个 我看那个这几个大报大媒体 他就讲啊 全部倒了 他怎么回应 他说你告我好 那我以后就做更多忠实的报导 就说 那我只要给你报导更多 那其实他们的评论 还有这些报导 都还可以啊 我认为杀伤力最大的报导 其实是公布民调 所以你韩国瑜民调大输 这些媒体才可恶啊 因为你说如果说你民调输就是 就是在黑你嘛 那你要告联合哦 告旺旺哦 你也要告TPS哦 对 因为你全部输啊 所以通通都要告啊 所以未来要告的路还很长 你要再去告人家 所以朱立伦会不会当他的副手 绝对不会 头脑正常的人不会靠近他 朱立伦说韩朱沛不存在啊 当然不存在 给他吓死了 第一个重点 不会赢嘛 不可能赢嘛 对 这是一个政治实验 专台完胜 狗人完的政治人物 选总统会当权吗 他现在是讨厌度第一名 所以蔡英文躺着选 不敢说躺着选 但是朱绝对不会当他的副手 第一个 朱立伦的新制度 你会当权吗 国民党你自己想会当权吗 你小嫌他高你 好 欢迎欢迎 好 来 第二个 如果你看不起一个人 你会当他副手吗 我认为现在很多国民党的人 这个愤怒是来自于这里 对 哪有这种人代表 国民党你选总统 这已经超越草包的严重性 对 这种人一点一点最基本的 值都没有的时候 我认为郭台北对他 就会稍微有这种 就看不起这种人 对不对 那你国民党怎么提名这种人 越对国民党越忠贞 越爱国民党的人 这种优励会越深沉 对 也怀疗整个董都不说 这人还是 对 你不会吗 你忠贞国民党员 忠贞国民党员 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蔡英文都党的选了 这是出国好了 这是我看起来 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蔡英文其实根本 民进党跟国民党 根本还没有交上手 不是现在严重性在民进党 这些都是韩国瑜制造给对手的机会 他自己制造的问题 你看这问题是跟官民讲什么事情 韩国瑜今天有提 什么网路黑函 什么一个账号可以卖5300万 其实网路账号买卖所在都有 平常收益都有 有的是商业买卖 因为他做商业宣传广告 但我可以跟大家很确定一点 你要黑函的账号免费 很多太多了 成千上万 那个真的是网路义勇群 看不惯的通通跳出来 不用钱免费的 好了我们刚好 等一下再来问这个时期 其实韩国瑜还有一个很妙 他到屏东去的时候 他呼吁政治人物不要鬼混 不要把问题都丢到蓝绿二斗 说整个台湾都已经越来越中立了 那还有就是这个李嘉芬的告人 到底在韩国瑜的民调上 能不能帮韩国瑜止血 还是会失血更多 我们来看在民调上的这个显现 不管这个国民党怎么当测意 去打这个小英的学历问题也好 怎么操作 可是民调上看起来一点影响都没有 而且按照苹果日报的这个民调 韩国瑜现在是怎样 连8败啊 包括了这个TVBS的民调呢 大概都差距到这个8到10%左右 而且呢更妙的是 我们来看苹果日报的民调 如果是韩朱配的话呢 朱立伦居然可以帮韩国瑜加分7% 然后如果说朱立伦跟他配的话呢 跟小英就只差3%而已哦 所以现在怎样朱立伦是韩国瑜 唯一的这个解药吗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韩国瑜民调很低哦 这种蓝尾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刚刚明显说他一点都不担心 可是呢蓝营的这个立委幕僚怎么讲呢 韩国瑜近期的发言或新闻呢 确实引起了中间选民的反感 所以现在呢 他们都只挂自家委员的单人看板了 因为太早挂没加分 可是又很担心啊 不挂呢 接下来又会被韩粉骂 所以真的很两难哦 那资深媒体人挺韩的这个唐湘龙怎么讲 她说闻到韩流再起的味道了 蔡英文呢虽然领先韩国瑜 不过蔡英文已经到顶了 韩国瑜到底了 所以呢韩国瑜后续只会上不会下 只要国民党战术得意呢 韩国瑜还是有胜选的机会 而且赢的不会太难看 她认为现在的状况有点像 去年这个高雄市长呢 在投票前的那样一个状况 是吗 那我们来看 这个朱立伦呢 刚刚这个东豪也特别提到了 韩国瑜呢 这个在红秀珠的场合 故意呢 跑来跟让朱立伦被同框 那韩国瑜近前总部的发言人是说呢 没有你看韩珠之间互动多热络啊 两个人呢有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打赢选战 但是副手呢 当然还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了 然后挺韩的这个媒体人多有志责说 韩国瑜我们到底还要等一个人多久啊 问党中央的一问三不知 还要我们尊重韩半的节奏 你以为在选学生会长吗 剩下三个多月了 你们到底好了没啊 可是呢韩朱沛到底有没有谱 今天朱立伦最新说法是 这个韩朱沛不存在 那黄川下也说 朱立伦是在等待 撑过这段之后呢 2024的大选就轮到他了 那朱立伦呢一直躲呢 其实也是在保护侯友宜 因为呢韩国瑜败选的话呢 总得找人来垫背嘛 那东豪呢 等一下我们也来问问他啦 说呢这个郭台铭退出之后呢 韩国瑜扣不了这个郭台铭的帽子 所以现在变成朱立伦要承担了吗 如果大选选不好 就是朱立伦不团结吗 所以朱立伦这些事情大条了吗 那网友各有看法 网友说朱立伦怎么可能 能力撕裂直接押过的总统是能看吗 还有网友说呢 选赢的话韩国瑜当总统 选输的话朱立伦要负责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 朱立伦才不会干呢 那也有网友说 这个韩朱沛喔 其实才是国民党 真的是最佳选择喔 北部立委的母亲 如果不敢找韩国瑜 那就可以找朱立伦啊 好那我们问一下这个时期啦 你怎么看 包括了这个唐湘龙的说法 现在真的有韩流再起的味道吗 先从前面讲啦 就是说刚刚这个东豪提到杨秋心啦 就是说 如果韩国瑜跟他的夫人 东告西告的话 为什么都漏掉杨秋心啊 我一直在等他告杨秋心啊 又佛心来了 可是因为大家都黑寒 他们很生气 昨天王子哲说快乐快乐 等很久了好吗 就连佩芬姐都已经等到了 为什么杨秋心到现在都还没等到 那杨秋心就真的没有在黑寒吗 他讲现在进行事 又酗酒又暴女人 都是小三现在进行事 为什么杨秋心可以逃过一劫 这件事情很不公平啊 你黑寒 你告人没有一定的标准 这样很难服众嘛 那所以如果杨秋心你不提告的话 那所以杨秋心讲的通通都是真的 那如果杨秋心讲的是真的 那下面一大挂人讲的 你告什么 你告好玩的 如果杨秋心你不提告的话 那所以杨秋心讲的通通都是真的 那如果杨秋心讲的是真的 那下面一大挂人讲的 你告什么 你告好玩的 这个逻辑就实在是很不通啊 那他到屏東去 然后 讲的好像跟自己都无关 你们政治人 千万都不要鬼混 可是我们看到的政治人物 每一个 每一个都做的半死啊 你的副市长 李四川都做到生病了 做到生病要住院了 没有人在鬼混 因为没有人中午出门上班 六点半就规定下班 只有你 只有你备受呵护 所以大家都拼了命的在做 最鬼混的 恐怕就是你本人吧 不是就是你吗 谁六点半可以下班 这个时候 怎么不讲责任制 还规定下班时间 哪有这个样子的啊 哪一个哪一个人是 近中午才出门 对 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些话的时候 好像都在一个平行的时空 完全都跟台湾社会 完全毫无连结 毫无认识 这件事情也莫名其妙啦 那如果李嘉芬女士要东告西告 希望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遏止 然后可以这个嚇阻 大家评论韩国瑜的话 我觉得那首先你必须要确认 这个方式是有效的 有效的拉抬你的民调数字 因为因为就没有人在黑函嘛 所以你的民调照理说应该是 一路选总统之路平步青云直接往上 可是从目前的各种民调上看起来 并非如此 也就是说大家还是会回过头去 用韩国瑜的话检验韩国瑜的政绩 也因此唐湘龙讲到说 闻到韩流在起的味道 这就呼应了刚刚东豪讲的 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希望用去年的 选战模式来打今年的总统大选的选战 可是我刚刚讲啦 不会有用的 因为去年大家对于韩国瑜 没有检验的基础 你讲什么大家都会觉得那 有可能会发生 那是一个美好的未来 可是现在韩国瑜的执政提供了我们检验的基础 当我们有检验基础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同一个石头半倒两次 我们就会知道 你有些话是骗人的 有些话这个是不可信的 所以他能不能够复制去年的韩流 不太可能 因为再加上当这个年轻人已经离开你的时候 我觉得年轻人不太会回头 你要说服年轻人重新回头 我觉得那个是原目求余 对所以为什么你的民调现在看起来就是跟对手有一大的落差 然后你不断的强调说你们都是黑韩 你们都是拿了人家的黑钱 你们欠人家告我们就开始告 这些动作以及这些澄清都没有办法挽救你低迷 连八叠的民调 你应该要自己看得很清楚 这些方式都没有用 什么方式会有用 你要抽你要把你自己的施政给做好 这会才会有用 当我们检验你的时候 哎呦对呢 讲话都有做到哦 果然是一个不唬烂的政治人物的时候 我觉得你才有可能说服选民说 好吧我可以我愿意再相信你一次 当你这些都没有做到的时候 不会有人回头 特别是年轻人打死了他们 他们也不会回头 他们去年已经被你骗了 他是干嘛要再被你骗第二天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唯一能够使得他的民调 不要这么的差距过大的 唯一法宝 就只有朱立伦了 朱立伦我觉得他现在也辛苦啦 因为哇肩负着七点多趴的民调 哇加上他多七趴 所以他的压力 他不搭都不行的感觉 对我相信他的压力非常大 可是朱立伦的所有所有幕僚 全部持反对票 其中有人就是其中还有就是极为强烈的 料狠话的 绝对不可以 百分之一百都可以 就是 说什么都不可以跟韩国瑜搭 那所以 朱立伦今天也讲得很清楚啊 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议题 这个东西没有完全没有 他根本就不想碰这个议题 他们两个人在台南同台的时候 有互动吗 互动热络吗 何庭欢发言人 请问有吗 我们从画面上看起来 他们两个人 对目光 根本就很少有交集 他们两个人就冷到冷到爆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 呃 不太可能搭的起来 因为朱立伦自己的主观态度 已经说明了一切 因为 他今天很有可能 就是呃 如果他们两个去搭 选不上的话 我觉得他也会 他也会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嘛 如果我还寄望 寄希望于2024的时候 我为什么 2016已经输一次 我已经被消消耗一次 我在2020再消耗一次 我是有多少个四年 可以陪你们这样子玩啊 对朱立伦来说 如果你要确保自己 2024仍然是有未来的 有未来性的人的时候 不会有人愿意去跟韩国瑜这样搭 所以 呃 对于韩国瑜来说 我觉得 你还是得要想一些别的方法 如果 你都是一些 无法操支在我的这些因素 然后来希望 拉抬我自己民调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是太困难的 你只有 掌握住能操支在我的部分 你才有可能 有民调起死回生的机会 第一个大概 大概我如果没记错 大概从去年八月到现在 台湾就政治上来讲 不论政论节目或媒体 讨论韩国瑜 大概所以政治上讨论 大概都韩国瑜吧 这应该没有人否认嘛 所以他声量也最高啦 你说讨论讨论 当然是聚焦讨论他 那当然也是一个严格检验嘛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第一个优点就被放大 那如果当然你有缺点的话 一样被放大 你又没有被 觉得过度检验 我觉得也有啊 你说完全没有被黑吗 有一个说检验在野党 检验一年多了 然后执政党完全没有人讨论 老实讲 我觉得政策上是不太正常啦 所以你说之后 蔡英文真的躺着悬吗 老实讲在野党也没开始检验啦 所以你要反而太早啦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讲这样也言过其始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 是这样子 就说昨天联合报 昨天嘛 昨天联合报的民调是这样 整整体的氛围 讨厌韩国瑜的还高于蔡英文 这就是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啊 当然不要说民调 韩国瑜还落后于蔡英文 几份民调都呈现出来 是这个趋势 对我们来讲当然是警讯 你说这个趋势 如果都不去改变他 或不去做修正的话 确实对我们来讲 就不用选了 总统一定输嘛 所以你说韩国瑜 没有意识到严重性吗 没有意识到警讯 没有做修正嘛 所以几个策略上 战略跟战术都要去做调整 第一个就是说 面对黑韩的部分 我觉得我是媒体出声的啦 我说我真的不乐见政治人物 去告媒体 我也被民调告很多件啊 你说以送指棒 那真的说棒有没有出现过 一样我也被告 我也认为那不是棒啊 一样我也被告嘛 告冰冰姐 我都不乐见啦 我不乐见政治人物去告媒体 可是有没有选举考量 民营党也这么做嘛 所以我觉得这些 我觉得在选举上 有时候都很难去避免 可是好像我觉得 我都不乐见啦 那至于说 韩朱沛有没有成型 那时期讲说 所有朱立伦的幕僚都反对 这也不是事实啦 当然分两派啊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朱立伦也问了所有的 他的主要的核心幕僚 大概都问过一圈啦 那确实有人是反对了意见 可是如果你现阶段没办法 如果你公开反对 跟韩国瑜做切割 那你一定是被围剿的嘛 所以对朱立伦来讲 他现在最有利的位置 就是说他努力去辅选 所以包括去辅选立委 包括从侯修处主席 那甚至今天他还陪 那个我们大安区的 文山区啦 那个逸华 林逸华 他帮帮他那个大安区啦 朱立伦还当司机 一载着逸华这样绕 绕那个所有的市区 林逸华是他的教育局长 对 所以他会去帮忙服选立委 那至于说韩朱沛 还是说张善政两个的目标之一啦 我觉得目前都还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那副手是可以加分的 部分区是可以加分的 那接下来我觉得出了这两个 是属于战术上去做调整 大的战略 韩国瑜真的要回到去年选举 之所以为什么赢 因为他卖给大家梦想嘛 第二个我觉得要唤醒说 因为选举去年主要是打民党 那当然民党自己也 去年中央执政也是有包袱 所以如何寻述说 我觉得他要调整那个位置啦 不要说只有韩国瑜被打 那现在蔡英文也没有接受检验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除了防守组之外 我们攻击组 就说打橄榄球一样嘛 橄榄球是分两组嘛 防守组当然是减少失分 那攻击组当然要得分啊 我们的攻击组还没出现了 还没开始出招啦 这些要去做啦 那是防守啦 那第三个 第三个是市政的部分啦 总词群嘛 总词群就是关键欸 总词群这部分 我觉得相较于上会期 这会期我觉得他对市政要更熟啦 所以这部分要创造有加分的效果啦 这三个部分 所以第一个副守 第二个部分区 第三个就是总词群的部分 总词群如果这时候还失分的话 我觉得他蝴蝶效应会扩大啦 所以只能创造更多的加分 所以这三个加分 如果不能扭转加分的话 那第四个攻击民党 不能创造民党失分的话 这四关如果过不了的话 这场选举 当然对我们来讲 就会艰困啦 不過董豪 朱立伦还有2024啊 如果你那时候不跟韩国瑜 当韩国瑜输了 你不是战犯吗 我最近听他的周边的人在讲 朱立伦没有在忙 没有那么去跟你想2024啦 朱立伦最近在想的事情 其实是怕被烫伤吧 没那么复杂 什么叫怕被烫伤啊 就是像他那时候看到马英九 之后他讲出来的 会不会骂完马之后 会骂朱立伦 因为没有 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韩粉 对 连韩国瑜都处理不了韩粉 韩粉都去笑一瞬 连马英九都被驱下来了 朱立伦有些性格 跟马英九蛮像的 他们都不是那种很散动型的人 那朱立伦可能还比马英九活泼一点 那朱立伦到底要干嘛 也就是说 找他朱立伦当副首吗 真的吗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诚意 那个诚意跟那个方法是什么 是先从报纸看到 对 再来联络 还是怎么样 那 对注意人来讲 你如果看 就是说 他都可以开着车子载林毅华 不求位置 我们都不要讲任何的权位 他为什么不可以开着车子载着韩国瑜 台北市新北市 跑一圈啊 你这样讲完朱立伦惨了 对啊 不是情分不一样 是不是 是他对韩国瑜没有信心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到时候落在他头上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没有人知道 我跟他讲一句话 不然你建立完下礼拜搞不好就在了 可以啊 韩国瑜努力嘛 所有 所有的 我遇到的这些人 国民党的人里面 都不知道怎么跟韩国瑜相处 他们叫不知道怎么跟韩国瑜相处 国民党内的人不知道怎么跟韩国瑜相处 我知道我遇到的 这么这样 对 因为你不知道韩国瑜会忽然间发生什么事情给你 会出什么招给你 太不可测了 洪秀珠都说他站在我旁边我都胆战心惊了 所以小龙讲啊 他闻到韩流再起的味道啊 他不可测嘛 那 这里面唯一 今年跟去年唯一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去年的韩国瑜在政坛消失17年之后 不管他在立委的时候有多不堪 去年这些都没有人在讲 那他基本上几乎一张白子 然后 完事件委屈一下 完事件又让韩国瑜一炮而红 然后那个时候民进党有很多政策 包括年金这些事情 你知道韩国瑜是 就是求皇事件那一段 让他变英雄 对 可是今天英雄已经当高龙市市长 高龙市有没有一点点的荣誉感 你今年你还想要韩流再起 你今年遇到韩流是会让大家把 衣领抓得更紧 而不是躺开心胸 去年北漂那样议题本来吵不起来的 后来北漂真的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求一个改变 就我不知道你韩国瑜到底做得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遇到的年轻人 我为什么那时候我也讲说北漂那都一起起来了 是因为他们要试试看 他们试了一次高雄真的试了一次 试了一次的结果现在是什么 我讲又变成我在黑寒 所有的感受在高雄市是真真实实的在那个地方 我不记得是不是在这边讲的 二月的时候我应该举过一个例子 在今年农历年前高雄市有一些 几个行业的人 银行 证券 房仲 家具 周边 为什么 因为真的有人下去买房子 那你就要办银行贷款 因为这样就有业绩 就有奖金 然后你办银行贷款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采购家具 你就有周边的东西就会起来 那一切的事情是一个开始 那是人家的一个期望值 现在呢 那个期望值还在吗 所以我不晓得韩国瑜要靠什么在一起 谁说的 韩国瑜每隔几天就要发明一个 我黑韩我很想写一个 每日一句 你知道 我很想帮韩国瑜找一个每日一句 我写每日一句 如果老百姓不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相信韩国瑜 我写每日一句小韩 有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 韩国瑜 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谁的 不是他自己吗 政治人物有很多事情 政见是做不到的 可以理解 客观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跟他讲说 谁说的 大家都笑的 我没有看过一个政治人物要选总统的 不满意度可以到百分之六十 好一点的媒体 他还有他的不喜欢度 他的讨厌或者不信任度五十几 你怎么选啊 对 更不要讲 郭台铭 郭台铭 的立委 立委 已经要去准备 要动了 如果你今天看的话很好玩 因为我相信下半年一定谈到 柯批派出来的人常常挑民进党的 绿军的地盘 郭台铭 现在我看到的 都挑到蓝军的地盘 而且还推蓝军过去的强势地盘 干嘛呀 對 發瘋啊 故意啊 要招惹韓粉 他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國民党的立委就真的那么稳吗 你两个都是铁票区 鐵到不能再鐵的 郭台铭瘋了 丢一个年轻人下去 打一场不会赢的 只是为了闹你吗 所有的局势發展只会这样子吗 然后当韩国瑜始终跨不过 百分之四十的时候 他的立委会联动 你就要想一件事情 出来投总统内票的人 讨厌韩国瑜多 还是喜欢韩国瑜的多 看到国民党的立委 跟韩国瑜挂在一起的时候 内票要投得下去 投不下去了 除非我每一张票都算得到 否则游离票会怎么投 国民党那么乐观 国民党最好的赢的方式 韩国瑜真正会赢的方式 就是柯文哲或郭台铭参选 当你把他劝退的时候 那个局是在顾韩国瑜吗 很怪的 所以我在看这个东西 朱立伦 退额其次韩半 韩半放出来的是说 让他当主委也可以 当主委只有一件事情 募款谁要负责 你要朱立伦去帮你募款吗 王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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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跟宋主仪见面 王金平去年已经帮过你了 你今年还要王金平 帮你出钱出力 做人不能太超过了 真的 所以他们已经放到 朱立伦现在放主委了 主委就是要钱 不是要你的人 是要钱 所以你后面看吧 朱立伦 走到那边去怕弄到 那会复杂 那会复杂